这个146岁的老头也太狠了 不用出手就能瞬间把鸡蛋劈成两半 在见识到皮克强大的实力后 练牙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为了获得能够打败皮克的力量 他开始用特殊的方式来锻炼技巧 与此同时 猎海王正在神星会指导科斯训练 料想打败皮克 科斯必须完善他的超音速权 当一个物体运动超过音速就会产生冲击 但并非只有火药和飞机才能达到超音速 普通的鞭子也可以发挥出同样的效果 如果使用得大 鞭子尖端的速度就能产生超越音速的冲击波 可普通人的身体根本无法做到 这时猎海王微微一笑 如果将人体的31块脊椎 全都想象成鞭子一样同时加速旋转 这样就可以达到超越音速的效果 然而这种程度的音速权 想要打败皮克还远远不够 科斯还需要加强他的力量 只见科斯指了指脑袋 头骨是人体站住最大的部位 如果把头部的重量加在手刀上 就可以打造出空手刀杀伤性最强的武器 此时猎海王也终于知道了 科斯为什么把超音速权称为最终钉器 可就在两人以为超音速权已经完美的时候 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突然出现在两人的中间 此人正是华夏武学界太斗郭海黄 两人当即向郭海黄行了大礼 可郭海黄并没有理会二人 他早就听说日本是个非常谦逊的民族 可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把这种垃圾程度的招式也能成为完美 可见欲望之短浅 为了能让两人大开眼界 郭海黄让列准备了一颗吊着的鸡蛋 仅在一瞬间郭海黄就完成了出手 可鸡蛋却过了两秒半才掉落下来 两人结实一惊 而郭海黄也没有浪费 他将鸡蛋塞进口中说道 人体可加速的关节并非只有27处 而是成百上千个 想要多少有多少 夜晚克斯独自在房间练习 可鸡蛋都碎了一地 他也无法理解 如何才能通过想象来增加关节的数量 经过一夜的苦思 终于在天亮克斯领悟了终极奥义 鸡蛋因为脆弱才会被蛋壳所保护 长颈鹿渴望吃到更高的树叶 才会伸长脖子 斑马的条纹 猎豹的斑点 以及眼睛蛇的毒液 这些动物全都对生存有着执念 和他们相比 自己对武道的追求显得那么微不高 他渴望变强 他开始把骨头想象成无数个细小的关节 终于他做到了 而另一边 变牙也开始了遐想练习 他摆好战斗姿态 准备迎接这个庞大的对手